光哥我现在在广东啊 我们租了一台这种房车 然后呢就开回广西 游一圈再开回来 顺便回去带上家人 到处去逛一圈 等你看来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进里边看 这门是这样开 这个表板不自己会出来呢 不是电动了吗 哎呦出来可以可以 要比较高 哎呦豪华 哇哎 哎呦进来看到这里边的空间呢 特别的好看 你看有电视机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不知道是冰箱还是啥 哦这个 这个是冰箱 茶壶啊 你现在放音响是吗 发卡了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大台的车 然后这台车呢长可能有五六米吧 宽宜要两米多 虽然说我的症呢是A症的 但是呢我觉得开这台车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因为比较大 哎这喇叭不响了 哎呦呢按喇叭我都不会 哎呀真是按不响哦 哦自动播的 这是自动播的自动挡的 哎呦和小车一样 柴油 这么多开关我都不知怎么搞哎 慢一点啊 哇很爽啊就像班车一样哎呦呦呦是我们的司机老大 上面还有那个中央空调 那今天晚上在这里住也可以了 这是煮菜的 这边这个是卫生间 洗澡 洗澡在这里 延方前到五米继续行十九百米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其实和开小车是差不多的 它只不过是大了一点宽了一点而已 前面依然是两个座位 后面呢就有约三四五六七个座位 总共呢就正常的话就是七个人 但是呢聚餐的时候呢 可以七八个人九个人十个人都可以进来 还是挺宽的 准备搞KLV了是吗 可以联网吗 应该可以吧 我叫联网 我叫联网 我研究 这个是卫生间 哦这样看哦还有个马桶啊 洗手盆 沐浴露啊洗澡都有的我喂 好哦 哦这里还有抽风 哦哟哇还有灯啊天呐太厉害了 哦这里是冰箱 哦哟我结冰了哦 哦厉害啊这个冰箱 那个放青菜 现在搞不懂怎么开啊 这个是不是 上面上面 这个 要找人来教我